再來介紹一下這個網頁也有快速鍵 這個倒很重要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各位你現在電腦如果沒有網路 就叫電腦壞掉 你現在手機沒有網路也叫手機壞掉 對不對 請問平常你用最多的是不是就是瀏覽器 因為你要看資料 看最多就是瀏覽器 手機APP裝得再多也沒有你看網頁看得多 那看網頁有沒有快速鍵 有真的有 那這個快速鍵有幾個 首先我給各位看一下 像我在學校裡面的這個 在這裡 因為我的資料很多 所以我還蠻貼心 我都會準備這個叫做 課程的快速選單區 也就是說他今天 同學如果要看我們上課的錄影影片 他點一下 就馬上跳到上課錄影片那個區塊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可是你會往下跳 也要回去啊 你看我先回到最上面 我先問一下大家 如果你的網頁 頁面比較長 請問你要往下看的時候 你都怎麼做 好 end end end是跳到最後面 對對對 end是跳到網頁的結束 有沒有 home是回到最上面 那我只想看下一頁 平常大家都蠻喜歡捲捲捲的對不對 還是你們比較喜歡那個是滾滾滾 因為滑鼠的滾滾很好滾 你就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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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請問你累不累 累啊 我這樣一次看一夜 有沒有位置都對到剛剛好 請問是按來按鍵 Page Down是一種方法 但是Page Down比較小一點 鍵盤上最大的麥克是甚麼 蛤 空白鍵對 空白鍵一次就一夜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所以你要回首頁 就是回到最上面有那個Home 是不是就回來了 所以其實這幾個 比較 常見的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看在這裡 我們剛剛有看到的 第一個就是Home 放大一點 跳到網頁的底 結束就是End 那捲動一頁沒有錯你Page Up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捲上去的話呢也可以用甚麼 Shift加Space 就往上捲動一頁 往上捲動一頁 也可以 這樣子的話其實我們在看會比較容易 那另外呢 很重要的 這個對各位來講比較不是那麼需要 但是對老師來講比較需要 網頁可不可以放大縮小 可以啊 加號跟減號啊 對不對 加號跟減號 或者Ctrl加什麼 滑鼠中間的滾輪 我們就可以把網頁的內容放大或縮小 我現在是因為要講減 所以我是用另外一個軟體 可是其實 平常如果說各位在用的話 你可以用Ctrl加跟減 Ctrl加跟減 或者是滑鼠的滾輪 Ctrl加上滑鼠滾輪 我用標準當勢給你看好 Ctrl加滾輪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這樣的話我們在看網頁內容就相對比較方便一點 相對比較方便 當然你有放大的時候我們在上面可以看到 這裡會有個加號 會比較明顯 會比較明顯在上面 如果你是一般的當然他就不會有 就是 空的 好 那其他幾個我想應該就還好啦 應該就還好 什麼上一頁啦下一頁啦 或者 你把剛剛關閉的有時候你會不小心怎麼樣 把分頁關掉的你也可以用這個快速鍵把它重新 Ctrl加Shift加T 這樣就可以回來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流覽器是現在各位最常用的 那這些快速鍵呢 你把它稍微記一下 你會發現 你在流覽的過程會更加順暢 會更加順暢 反正既然你都要用它的 我們就把它用得比較好一點 就把它用得比較好一點